当地时间25号中午,温家宝总理乘专机抵达华沙,开始对波兰进行正式访问。 波兰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波兰大使孙玉席等到机场迎接。 温家宝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说,去年,中国和波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发展机遇。 中国政府视波兰为在欧洲和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愿与波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促进中波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中欧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坦诚深入的交换看法。 图茨克在总理府前迎候温家宝总理,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温家宝检阅了仪仗队。 随后,温家宝与图斯克举行会谈,就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温家宝说,中国和波兰建交以来,虽然世界和两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没有变。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中方高度重视波兰的发展潜力和在欧洲以及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 愿与波方加强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推动中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温家宝表示,中方同意建立中波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增进政治互信和战略沟通, 成立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各领域合作。 双方要制定经贸合作中长期规划,确定合作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 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增长,争取五年内实现贸易额翻一番。 成立产业合作指导委员会,建立和完善两国企业交流平台, 加强在投资、基础设施、新能源、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密切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和地方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温家宝赞赏波兰为筹备即将举行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和经贸论坛所做的大量工作。 图斯克欢迎温家宝总理访问波兰,认为这次访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他完全赞同温家宝就发展两国关系所提的建议。 他说,波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波方愿同中方加强政治对话, 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 鼓励两国企业扩大相互投资,促进贸易便利化, 开辟能源、财金等新领域的合作, 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 波兰愿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和优势, 为增进中东欧国家同中国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以及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双边有关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并共同会见了记者。